今天為大家自駕車請 CNW 我現在人是在日本九州的歐洲 我光那個排氣回家 CNW 今天要試駕的車型是 它的外觀辨識度非常非常高的 Citron C5 Aircoast 很多人會把它當成是3008的姊妹車 但是我覺得它還是有些地方不一樣 加上價錢也不太一樣 我們先講它的市場定位 我們今天試駕是比較中階的 CNW這個等級的 它的售價是146.8萬 另外還有一個高規的 總共有三個等級 寶家為什麼要給我們試這台 因為我覺得它有些配備 正好沒有 也剛剛好 那如果你缺你選配就好了 不需要買到最貴的等級 那我們今天試駕就是 中階這個版本 它的售價是146.8萬 它的外型非常的獨特 你看從場規 這貫穿車頭的這個場規 這是它原本標準的造型 可是它延伸到旁邊 有鏡面搞機按鍍鉻材 延伸到旁邊這個日行燈 兩條兩槓 然後包含了方向燈 下半部的部分 這種雙層式的車頭車燈造型 現在有些車廠慢慢也會學它的樣子 包含了納智傑 下面的頭燈 遠近光都是LED 然後在下方還有燈 這個小小的 這個是霧燈 只有它是乳素燈泡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它前方這個CCD 它只有兩顆 所以兩側後視鏡下方沒有 它模擬360度是兩側是模擬的 所以你車要動才有真正360度 牌照是另外一個 你看它的牌照 它要折進去 為什麼 因為下面這邊這個Sensor 這個就是它的輔助駕駛的基座 它如果不折進去的話 有可能它這個基座會少到這個車牌 其實不要說Citron 賓室很多車都有這個問題 它要嘛就少到車牌 要嘛少到什麼 一些空力套件的鏡面烤漆 或是鍍鉻材質 然後會造成你車會亂叫 尤其在低速行駛 路邊停車的時候呢 明明前面沒有障礙物 可能它會亂叫 另外看到這個外框 包幹兩側這個 類似四方形圓形的這個外框呢 你在這台車上隨處可見 包含的內裝都有 我們今天講一下車側 首先第一個 防掛材質面積非常大 然後下方這邊也有一個外框 其它是三個 但是有一個 用一些銀色的烤漆處理 車窗外圓也包覆了一個鍍鉻材質 另外還有一部分 上方這全景天窗是要選配的 兩側有一個很特殊的行李架造型 你從內側可以看出來 就是它有兩個對手孔 所以前後 可以更有一個縱向的行李架 後視鏡整合了方向燈 然後有車側盲點 它的盲點不會整合在輔助駕駛 它只有亮閃爍而已 它並不會偵測到 譬如說你旁邊有車輛的時候 它會幫你拉回方向盤 修正方向盤它並不會 前懸吊賣花承附方向盤 後懸吊是拖域 另外可以選配一個跟操控有一點點關係 可是我覺得不需要選的 就是Great Control 在3008也有 那這台車也可以做選配 整個車尾的設計 其實它並沒有追求太多流線的造型 反而是有點胖胖的 整個尾箱的角度是比較垂直的 以求創造比較好的 後翔空間 並不是乘坐空間 因為在吸住之後 大部分就是債務空間 上方有一個連結整個車尾門的壓尾 小小的尾翼 然後內建第三煞車燈 保桿下緣部分 中間有鏡面烤漆 然後兩側這個排氣管 我看一下 這也是好看的 它排氣管還是隱藏式的 跟車頭的保桿一樣 它在保桿兩側這邊有個黑色的造型 這個也是好看的 它並沒有任何空氣力學的效果 然後再來就尾燈 裡面LED圓形的造型 也呼應整車包含內裝 全部都是這種造型 但是它的燈具 有部分是傳統的燈泡 我們來看一下C5 Aircos 它的心臟 這顆引擎大家很熟悉 1.6渦輪增壓 得獎無數的引擎 但是它經過了幾次細部的修改 我對這顆引擎印象也非常深 包含我的比賽車也是這顆引擎 只是它的馬力輸出是不一樣 裡面的一些零件也不一樣 它的排氣量1.6 最大馬力180匹 它是1.6升的四缸雙凸輪軸 16氣門的引擎 比較重要其實是搭配的變速箱 現在都是EAT8的八速首次排變速箱 不要說西闖 包含了PUGIO 現在也會改成 慢慢的騎很多車系 從以前EAT6 改為現在的EAT8了 原廠公佈的平均油耗 它是符合歐盟6期環保法規的引擎 原廠公佈的平均油耗測試值1公升 跑14.5公里 我們來打開它尾箱 它有選配腳踢尾門 這個要選配的 但是電動尾門是標配 感應是非常的準的 而且開關門都可以腳踢 打開之後呢 它的行李箱的杖板可以向下潛 所以它的行李箱容積有兩個 從580公升到720公升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你把 三個獨立座椅 椅背倒平之後的空間 最大可以達到1630公升 行李箱的平整性表現很好 然後在左邊這邊還有一個 12V的電源供應 最後一個部分就是 這邊有兩個按鈕看到沒有 旁邊這邊有一個黑色按鈕 這個按鈕下面這個綠燈亮代表什麼 你如果使用鑰匙帶在身上 你如果使用腳踢的方式 它會順便鎖門 你這樣離開之後它就鎖門了 我們開門之前你看它連這邊都是那種 到處都是這種四角圓的造型 打開車門你看它組裝品質還是非常棒 氣密性也很好 其實你這樣開關的車門 大家就可以了解到 就是它的整個組裝品質 還有氣密性做得都很好 打開之後這個開口也沒有問題 然後因為它的坐墊比較高 所以你進去的時候呢 稍微彎一下腰就坐進來了 但是坐進來之後它從坐墊到上面的高度就不夠了 所以這個取決到原廠的設定 有些比較低這邊高度就比較高 所以它這個高度設定就看你 你有沒有辦法適應 如果像我175公分 我要這樣 這跟胖瘦沒有關係 你看關車門其實親密性很好 但是呢空間的悲劇 一個拳頭枕而已 它的坐墊和前面是聚員室 所以後面比較高 比較高的情況下你頭部空間就會被壓縮了 大概只剩下三個指頭左右 它的椅背和椅墊都有些學問 但是因為它的這個西部空間太小了 所以這個時候就變成它的這個椅墊前後滑移 就沒有意義了 因為你看我滑到最前面 變這樣不會有人這樣做的 你也不需要犧牲人去讓後面空間變大 雖然它的這個幅度大概有10公分左右 前後滑移的幅度 可是這個是不對的 第二個部分就是它的椅背 也可以做一些角度的調整 它可以三個椅子獨立的做前後還有椅背的調整 後面有兩組ISO Face 然後後面也有冷靜出風口 下面很貼心還有一個USB 而且地板是全國靈的 上方有一個全景天窗這個是要選配的 然後後面閱讀燈也都是LED的 整個座墊後面就比較單薄了 以墊的部分就稍微單薄一點 沒有像前座它是比較厚的 發泡面是比較厚的 但是做起來的姿勢還是OK 只差在就是西部空間稍微舉出一點 還有頭部空間也稍微受限了 我們來介紹西床C5 Aircoast的內裝 我們今天試駕的是中階這個等級 中階這個等級為什麼原廠跟我們試 其實我們看它的規格表 它和最頂級的差異 其實輔助架子都一樣 但是它和最頂級的差異有幾個 我覺得沒有反而比較好 首先第一個是縱向的車頂架 那個我覺得沒有必要 再來一個部分就是 鑽黑色的車頂與後視性蓋 它沒有嘛 這個要兩萬塊喔 然後再來一個部分就是 腳踢感應尾門 如果你覺得這個配備是一定要的話 那你可以選 但是它的價值要四萬八 我覺得 還好啦 也還好 然後再來一個部分就是 行車紀錄器 這個 這個要兩萬塊 但是兩萬塊你去新的百貨可以買到 很好的前後都有的行車紀錄器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很多人不喜歡的 這個 全景天窗 它最貴 它要五萬八 它很貴 五萬八千塊 其實還有一個更貴 拉爬真皮座椅 包含了電動 架子座的電動調整和機翼 雙前座電熱椅 按摩功能 可能有貓掌 這個價值要十四萬 這個全車紀都要選的 但是我覺得 全景天窗這些都可以不用選 那你這樣子的話 以這台車的售價 146.8萬 沒有破150萬 所以我們會拿它跟一些歐系的SUV來比較 甚至有些人會覺得 那我買RAV4最頂級的HIVY還會早 那我們先啟動它的引擎 氣囊數六顆 被動安全六個氣囊 主動安全當然包含了巡奇系統 高階的輔助駕駛 這台車 從巡洋和巡洋PLUS 這兩台車都是最高規格的 都是標配 你看它整個T字造型 我想可能是因為這個排檔桿造型的關係 所以很多人會把它 拿它跟它的姊妹品牌標誌來做比較 包含了3008、5008 甚至一些啟動扭 該有的AUTOHOLE它沒有 只有電子手搭車 這個基座附近 除了位置有些改變之外 可是大致上其實是差不多的 上方這邊一樣有一個螢幕 可惜的就是 兩個品牌 PUGIO和C床 它的導航按鈕都是無效的 你都要透過手機連結之後 有Apple CarPlay 或有Android Auto 然後它空調系統比較麻煩 你就是變成要進去 將第二個按鈕按下去之後 進入空調系統 來設定它的風量 還有溫度 大致上的控制都要在這裡 而沒有快捷鍵 然後下面這排按鈕呢 有前後的儲物 包含了冷氣 冷氣關閉它有一個快捷鍵 然後旁邊這邊有一個停車熄火的開關 這個我想很多人上車可能都會把它按掉 因為它引擎的抖動 包含了夏天的時候冷氣不冷 下面有QI的充電面板 然後後面引擎啟動鈕 還有兩個我覺得無效的按鈕 ECO節能模式和SPORT模式 這兩個按鈕按下去 對車輛的改變幅度其實很小 然後後面有兩個杯架 杯架後面有一個對開式的很深 非常深的置物空間 而且它裡面有保冷效果 有一個出風口 你手伸進去就會摸到有風 把風開大一點 對 風變好大 所以它有一點點保冷的效果 然後這邊有一個有降噪功能的 放零錢的 你放在這邊不會有意義 這個很貼心 儀表板也是數位的 而且透過方向盤左邊的這個波盤 這個旋鈕 可以去調整 制定、精簡、駕駛模式 另外還有一個部分就是在雨刷波桿 它有自動起閉 可是旁邊這邊有個按鈕 有兩個箭頭有沒有 你按下去之後 它會切換它的行車電腦的顯示資訊 甚至包含你要歸零也是在這裡 方向盤的造型 它是非真原 下面有一點平板 可是有一點內凹的設計 可是它的造型和握感表現 是我對這台車在內裝所有配件裡面最滿意的一個 第一個它的輔助在低速的時候很輕 第二個部分就是 它隨著速度感應 它會輔助會做改變 以及它的整個轉起來的感受 還有握感表現是很棒的 但是要適應的就是 PSA集團它的換檔撥片 你看我現在轉了 那它是在這個方向基柱上面的 這個塑膠蓋上面的 所以它不會跟人轉 另外還有一個部分就是左下方 它是定速、跟車系統、限速 包含了時速偵測之後 你的確認鍵 都是在旁邊這個很粗的黑色的基座 然後在左邊還有一些按鈕 車道維持的按鈕 車道警示的按鈕 以及按兩下可以開啟電動後尾門的按鈕 電動也要做選配了 所以這台車沒有選配 但是我覺得另外一個讓我有點訝異 就是它的座椅的發泡棉 很厚實 我覺得這台車出來可能是 除了歐洲市場之外 它也顧慮到了亞洲市場 它變得比較有點厚而且軟 最後一個就是上方的天窗 這個是要選配的 整個先開超過的B柱 然後也可以做單獨獨立的上限 因為我們現在開車試車都不會只見一天 都會見好幾天 加上今天又下雨 我們的胎壓打的就是 原廠建議的胎壓車 前後輪個230kPa 然後因為它沒有四輪傳動 就算你水冷國會控制 它也不是四輪傳動 也不太會有人拿這種車去越野 所以我們還是以一般道路行駛的心得 首先第一個方向盤輔助 女生會很喜歡 因為它就是很輕盈 尤其在低速的時候 但是它又不會在高速的時候 讓你感覺就是 哇太輕的方向盤 你稍微撥一下就會 直線的晃動會比較大 其實並沒有 它隨著速度感應 會稍微輔助少一點 阻力會稍微大一點 再來一個部分就是它的輔助駕駛 包含了車道居中 而且它車道居中做得很好 你透過儀表板 你可以去調整它的幾個模式 啟動一個模式就是 正中間這邊就是它的輔助駕駛 它偵測到之後兩邊的線 變成是綠色的 就代表它啟動了 然後前面車距呢 它也會做即時的顯示 這幾個部分我覺得 不要說 也不要說PSA集團 其實現在大家 沒有再用車價來區分 輔助駕駛的好與壞 大致上大家都差不多 你只要分辨第一個 它的ACC是不是全速域 再來是 第二個部分就是 它的車道 是警示維持還是居中 我再跟大家講一次 因為有些人還是搞不清楚 所謂警示就是 你的車偏移的車道 它可能會有聲響 方向盤抖動 就像以前DS5還用臀部抖動的 就告訴你 你左邊的臀部動 它就左邊 比方說你左邊超過線了 你要拉回來 然後第二階大概就是 警示以外 它會幫你把車子拉回來 但是拉回來它不會居中 可能你偏左 它拉回來之後 它會偏到右 然後就像乒乓球一樣 一直這樣 來回跑 這是第二個 再來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今天試駕這個 它具備了車道居中 只要它顯示的綠線 就代表它啟動了 車道居中 接著我們講它的底盤 這具底盤 原廠號稱就是 液壓魔法底盤 其實它就是一般的 一般的減震筒的設定 但是它的設定 和我們還是拿3008來 或是5008來比 它比較偏向舒適 它沒有像3008做的 比較運動化一點 但是我比較喜歡3008 噪音的意思來說 我覺得輪胎的滾動的 噪音有稍微大了一點 因為我不會拿它跟 100萬以下的台灣製造車款比 我會拿它跟我曾經長期試駕 我覺得它輪胎滾動的噪音 稍微大了一點 也許是輪胎的問題 也許是輪乎裡面隔音的問題 再來就是這具引擎 雖然經過不斷的更新 可是它的世代 不像同集團的1.5柴油 它是新的全新的 當然現在因為變成EAT8 就是8速的自排變速箱 整個換檔的順暢性 當然是會比EAT6來的好 但是油耗的進步沒有很多 可是我覺得這具引擎 它的噪音的抑制 已經不像其他品牌 新世代的引擎來的傑出 我想最大的原因應該是 少了微型電力的輔助 我們知道這種微型Hybrid 它大部分就是應付歐盟的法規 讓它的油耗表現可以好一點 包含了停車熄火這個案 可能可以少7% 但是也因為少了這個 因為我們最近試很多車 都有這種12V 48V 那這台沒有的時候呢 它只要一停車 你就可以完全的去感受到 沒有這樣子微型Hybrid的缺點 抖動啊 冷氣不冷啊 甚至起步的時候的噪音 會稍微大了一點 因為它畢竟沒有那些東西 所以不會有電子渦輪啊 也不會有電子水磅符 什麼都不會有 整體來說就是它的售價比較便宜 但是有很好的輔助駕駛 加上設計感不錯 可是質感稍微陽春一點的 組裝的內裝 外型就不做評論 可是以整個開起來的感受上呢 它有一些還不錯的優點 但是也有一些 也不能講缺點 應該就小小的瑕疵 你可能要花一點時間去適應 大致上來說其實是不錯的 尤其是這個 我覺得PSA真的要改掉 這個輔助駕駛 這個定速裝置 這個撥桿 怎麼不會把它整合在方向盤上面 還在旁邊 這個很愛演 而且我曾經被這個撞過 上車的時候膝蓋打到這個 非常痛 這個最好能夠把它改掉 放在方向盤上面 這樣就 你起碼駕駛界面來說 它的操作就很久熟